迎接国民体育日热关心国中小教育设施的情况 苗儿想中农景的是前往头份国小来视察 125年类似老校目前面临的跑道破损军列 运动会连大队接力都无法举办 县长了解后只是动用现款来协助 让学生有优质的活动空间 转红色的操场跑道军列严重 多出路面还有隆起的情况 跑道不平整顾及学生安全 运动会时连大队接力都不敢办 我们中央球场的话 大概已经有25年的历史都没有整修 那操场跑道也是 操场跑道他列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实我们这两年 孩子们他们在运动会的时候 大部分都没有去比大队接力 是怕危险 然后那个居民来我们这边活动的时候 也非常担心 因为晚上蛮暗的 头份国小市市区中心学校 也是苗栗县最老学校之一 有125年历史 目前学生人数900多人 这座操场不仅供学生使用 也开放社区居民活动 使用率高 前几年校舍改建时 操场的中央球场 战学设置组合屋 球场表面也因此斑驳不堪 县长会同县议员 头份市公所 代表等来会堪 认为安全问题急迫 有必要尽快协助校方解决 操场整个全面的铺设过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 因为学生的运动 我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当然要提供一个场所 让头份国小的同学 可以有很好的运动场所 那接下来呢 他有一个地下室的会议室 因为年久失修 我们也要求校长 就尽快提报出来 看费用多少 这个教育处会全力来协助 另外还有居民反应操场 夜间照明不足的部分 施工所也同意处理 除了操场安全维护 活动中心屋顶修审 与冷气空调设备改善问题 也争取到教育部经费补助 在9月9号国民体育日前 县长检视学校体育运动设施 全面优化学习环境